今年花莲地区的金针花季有别于以往 大型的行销活动都取消改以线上方式进行 而玉溪地区农会更是特别设置了活动的网站 让今年的金针花季用不同的形式留在民众的心中 今年的金针花季有别以往 大型的行销活动都被取消改以线上方式 玉溪地区农会更是特地设置活动网站 让今年的花季用不同的形式留在民众的心底 把他架在我们原来的花季的网站上面 以前我们可能线上的活动没有那么多 可是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部分的活动都放在线上 農会总干事也说了 还是会以金针山当地居民业者 以及游客的健康安全为考量 所以很多措施都是采取安全防疫为目标 虽然最近的状况比较好 可是山上的部分还是会担心 像很多山上的农友 他们都假设我以前可能做四天住宿的 我可能今年就只剩两天 为了弥补游客不能够经历赏花的遗憾 预期继续农会一规划相关的线上行销活动 同时特别推出多项好康 民众只要上网输入赤克山线上相遇 即可参加以下活动拿好礼 齐心协力确保花季期间游客安全 并且也促进周边的产业振兴活络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